大家早上好 我是来自拉曼大学的张晓薇 今天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 跟各位介绍我们拉曼大学 这22年的发展经过 拉曼大学简称Yuta 是2002年的时候所创办 是由马华工会所倡议筹划 以及由拉曼大学教育基金会 所创办的一所非盈利 秉持取之社会 用知社会办学理念 提倡全人教育的高等教育机构 我们的全人教育是六预并重 就包括德 智 体 群 美 心 目前我们拉曼大学有两个校区 包括金宝校区以及双西龙校区 在金宝校区 我们还有设立了拉曼大学医院 提供西医 中医 还有阿育肺陀医学 目前全校的职工大概有两千多人 那学生有两万余人 那校友已经达到了八万四千人 目前我们拉曼大学正在进行第38届的毕业典礼 我们拉曼大学是一所综合型的大学 也是一个高数字学科领域的大学 目前应该是可以说享誉于国际的大学 拉曼大学的学生在学生生涯当中 除了最终会获得学位文凭之外 拉曼大学也非常鼓励同学可以多加地提升 软技能的开发以及对社会的关怀 其中就是有关的新春社区计划 另外拉曼大学也协助经济困难的学生 能获得优质的教育 在此提供了包括奖学金 无息贷款 当然还有PTPTN的申请 此外拉曼大学的学生在学术表现也非常特殊 尤其在国际的竞赛方面表现优裕 在毕业后的就业力方面也非常的高 毕业后的六个月内就业的学生比例高达95至97% 当然拉曼大学也积极参与了国际交流与合作 其中在大学伙伴就有371所 企业伙伴有285间 其中包括了大家可能非常熟悉的北京清华大学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也是我们的合作交流伙伴 所以这是我们近年来推动多元文化学生交流的一些学生参与的人数 已经达到了4万3千多人次 当然有学生就必须要有老师 有老师的话除了教学在科研方面也必须要有所表现 所以这是最近的一个由史坦福大学的一个排名中 我们拉曼大学有16位的研究人员 被列入全球前2%的科学家 当然拉曼大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 就是积极发扬维护传统的中华文化 所以在2002年创办的时候就成立了中文系 然后到2010年的时候再升格为中华研究院 当然我们也走向国际 也跟中国的一些高校合作 先后创办了孔子学院 孟子学院 以及 尼山世界卢学中心 马来西亚拉曼大学分中心 拉曼大学有今天的成就 当然非常需要感谢的除了马化工会以外 也就还包括了所有的善心社会人士的支持 在此要再次缩限 感谢感恩感激 谢谢大家 谢谢张晓威博士